接着要告诉您 又有台湾渔船遭到扣押 有四艘渔船在缅甸的孟加拉湾海域 遭到对方军舰扣押 目前知道其中有两艘 分别是屏东东港籍的明正义号 还有林边籍的何义八号 至于另外两艘渔船的资料 现在并不清楚 外交部正在透过各种管道了解情况 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 我方没有跟缅甸签署渔业合作 就进入他们的经济海域捕鱼 因此被认定非法越界而遭到扣押 就是地图上的这个地方 有台湾渔船传出19号在孟加拉湾 被缅甸军舰扣押 渔船上的卫星电话完全不通 家属透过渔业电台向政府求援 现在只能无奈地等消息 可能的原因就是说 他侵入人家的经济海域 所以说目前可能就是要寻 这个法律的途径 他一定会提出这个赔赏的这个金钱的 据了解台湾可能总共有四艘渔船被扣押 目前确定的有东港籍的明镇一号 船上有黄姓台籍船长和八名印尼籍船员 另一艘是林边籍的何义八号 船上有许姓台籍船长和十名菲律宾籍船员 至于其他两艘渔船的详细资料 目前还不清楚 外交部表示可能是我方渔船 没有和缅甸办理渔业合作 才会被认定是越界非法捕鱼 除了透过我们驻台代表处 另外我们也透过我们在缅甸的台上的协会 还有由我的人士 各样的管道来进行联系了解 这次缅甸军方总共扣押17艘渔船 除了台湾渔船也有韩国和中国的渔船被扣押 由于台湾和缅甸并没有邦交 目前除了外交管道 船公司也动用私人关系 希望赶快把人和船营救回来 记者与中文成 险坤 评论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